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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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现在身处到地方大家看到了 我四周围都很多车 今天在哪里呢 今天看到一堆车就很兴奋很兴奋的 原因就是今天我来到4S店 所以才有这么多车 来4S店做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请到Gym的人士 为了调查汽车车内 为什么有意味的相关问题 调查员在车行工作人员的带领之下 到了车行大厅 调查员走到车行门口 就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 快速地跑到一部车里面 今天请问我车里面就有点头帮 因为我看到这个车实在太兴奋了 我很喜欢的 多棒 对啊先生 现在我们这款车来的会很棒的 你知道吗 今天不是跟你外卖广告的 只是我有一些专业的问题想请教一下你 比如我这款外型的人比较适合看这款车 是啊 相当适合这种人士 一般新车来说都有一股新车味道 这台车会有 进口车也会有 因为新车一般都会有一点味道 但是我们这款车的话 通常是相当不错的 是吗 我不相信 你不相信 要不我们试一下了 好 感觉到吗 清醒 是啊 而且相配我们这款车的话 有的天窗的话 更好 很适合我们在我们城市用的 对 我想就请问一下 新车的话 有新车味道 然后它的空调是比较 那个封面是比较足了 但是为什么我们开的那台车 车铃方面还是比较中链 算是 那我们都每次都保养的还是比较好的 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 空气 那个空调里面的空气 这个意味还是比较那么重呢 是不是车开到一定的联维 车铃之后 就会产生这种意味呢 不好意思 我这位的意味道比较专业一点 要不然我当你到时候 我会请教一下我们的专业师傅 给你演示一下 那怎么样 随后 车行的消灾人员 带着调查员找到了 专业的收车师傅 并介绍了调查员此行的目的 师傅 你今天多大了 18 18 18做了这行多久了 接近十年了 十年了 十几岁就开始出来工作 是的 那有关于车里面的 全部每个部件 每个部位都非常了解了吧 是吧 基本 没问题 基本没问题 那如果我有个问题 请教一下你就是 关于这个汽车空调 为什么有一个 老是有异味在里面 很重很重 那怎么办才可以 能不能解决方法 这一下 需要开你的车过来 让我们检测一下 好 没问题 我先立刻教了 之后 司机把车开进车行 车行师傅上车 查看了五分钟左右 最终认为 是空调的内湿出现了问题 那到底 空调的内湿有什么问题呢 那 是不是真的车内有意味的原因呢 调查员准备叫车行师傅 把车的空调内湿 拆下来看看 这个就是车上的绿心了 这个算不算很脏了师傅 这个已经非常的脏了 看样子是很久没放过了吧 车行师傅判定 车的空调内湿很长时间没有更换 调查员就问司机 司机告诉他 车买回来三年的时间 都没有换过空调内湿 为了做一个对比 调查员还叫车行师傅 拿了一个新的空调内湿 做人一个比较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 新的空调内湿是白色的 但是使用了三年的空调内湿 就显得比较黑 而且调查员和车行师傅 揭开空调内湿 折衡里面还有很多残渣 车行师傅表示 汽车内之所以有异味 最大原因就是汽车内湿中 含有大量的残渣 从而发毛 最后导致大量的细菌 从而产生异味 而为了从数据上体现 看见空气内湿到底有多少细菌 到底有多邋遢 随后调查员带着空调内湿 来到了专业的检测机构 哎 范公你好 今天我拿了一个空调的 空调律 先过来给你检测一下 它里面的细菌 它很久没换了 然后你打开看一下 它非常的脏 灰尘很多对 然后我们在CSCN拆的时候 那个工作人员都说 它很久没换了 非常的脏 所以我就过来今天拿给你检测 到底有多脏 那一般来说 它检测是检测什么呢 从这里 我们可以测一下 卫生物里面的 常规菌的细菌总数 然后还有一种致病菌 叫做金黄色葡萄球菌 除后检测人员先取养空调内心 然后将其放入无菌水中 遥防静止五分钟 取养空调内心浸泡的水溶液 滴在菌绿总数和金黄色葡萄球菌测试纸上 最后放入37度的行温箱进行细菌培养 最后放入37度的行温箱进行细菌培养 那这些细菌是否会通过空调系统 进入车内的空气里面呢 会的 因为它的来源就是车里面的空气 它在绿着灰尘的同时 这里面的细菌也同时被它附作在上面 那么跑不到别的地方去 风不断的循环 它多少也是会回到里面去的 所以这些细菌尤其是致命菌 会在使用空调的时候会进入车内 而这些的致命菌 到底对我们有些什么的伤害呢 这一块是这样的 就是汽车的空调这一块的话呢 也是老百姓相对来讲比较忽略的地方来的 因为这几年的话呢 这个对每个家庭就是房间里面的空调 清洗啊更换消毒呢 老百姓开始比较注意了 但是汽车这一块来讲呢 它相对薄弱一点 那总的来讲就是刚刚提到的 这个汽车空调里面的系统里面的话呢 去做一个检测的话呢 里面一样的 跟家庭房间的空调一样的存在里面 很多吸菌啊病毒啊那些自身残留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长期我们待在这样的环境 实际对我们的健康来讲是有影响的 那检测到里面呢 有吸菌病毒 包括毒性比较强的金黄色普通的抽菌 然后呢其他那些病毒呢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正好如果是在我们人体抵抗力薄弱的情况下 可能会造成我们一个就是 特别明显的就是一个呼吸到感染 咳嗽啊 止息管炎啊 肺炎啊 就会感染痕 而医生还表示 其实对我们危害最大的地方 不是导致车内異味的残渣和细菌 而是由于细菌混合残渣的堆积 造成了空调空气的堵塞 令到空调内湿 不能好好的起到过滤作用 在霧霾天气特别严重的情况之下 空气得不到过滤 再加上是封闭的环境 从而造成大量的PM2.5粉层被吸入肺中 因此为了知道使用三年的空调内湿 针对过滤PM2.5到底有多大的影响 调查员准备叫车行师傅 在车里装一个同样使用了三年的空调内湿 和换一个新的空调内湿的情况之下 调查使用空调 PM2.5到底有多大的差别 那如果换上了新的空调内湿 会出现什么效果呢 调查员叫车行师傅换一个新的空调内湿 好 现在这个时间 我们立即上车测测测 他的车内里面的PM2.5的空气值 舒服 稳住了 好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把这个 测试的这个器材就已经开了 然后我们就会进行这个测量 好 师傅我们开始了 通过测量 没有开空调的情况之下 车内的PM2.5是53mh每立方位 那么打开空调之后 PM2.5会出现一个什么状况呢 好 师傅我们接下来就要开空调测试一下 车厂里面PM2.5的这个数值 好 谢谢 司机 麻烦麻烦看看空调呢 吴师傅打开了空调 然后关上了车门 等空调开了5分钟 调查员再次测试了一次车内的PM2.5 好 经过我们5分钟开了空调之后 紧闭着车厂的PM2.5的数字是 44mh每立方米 和开空调之前的53mh每立方米的PM2.5相比 PM2.5下降了9mh每立方米 只有44mh每立方米 那么如果换上了新的空调测试 会出现什么效果呢 调查员叫车厂师傅换一个新的空调测试 事后搞定了 已经换好了 好快 亮正 那是我们接下来就体验一下新东西带给我们新感受 好吗 好 看一下这个空气质量有没有改变 好 上车 为了测试换过空调内心之后的作用 调查员再次测试了 没有开空调时候的PM2.5的含量 为57mh每立方米 好了 接罗里已经上到车上面了 那我们都将新的滤芯换到车上面 好期待好期待 那么新的滤芯会代表有什么新的效果呢 马上试试 五分钟之后我们的PM2.5数值就会出来了 好了 我们的测试结果已经出来了 测试结果已经出来了 测试结果已经出来了 我们现在的PM2.5的数值是 31mh每平方米 还给之前的这个开空调 还换全新的滤芯的时候 的PM2.5的数值更加之低 通过测试 换过空调滤芯之后 车内的PM2.5从今换前的 57mh每立方米 下降到现在的31mh每立方米 下降了26mh每立方米 比武换空调滤芯的 44mh每立方米相比 下降了13mh每立方米 下降效果比较显住 那对于空调滤芯来说 我们一般最好多久换一次呢 就是说定期的更换一下 那个汽车空调里面的那个力行 知道吧 就是里面的零配件 如果发现它已经需要 到了一定时间的话 我们更换一下 那据我们了解的话呢 这个汽车空调里面的 那个力行配件来讲呢 也不算很贵 对吧 这样的话呢 我们能够定期 比如半年 或者一年左右更换一次 这样的话呢 这个能够打到更好的一个 这个 改善空气 就是存款空气的作用的话呢 应该来讲 对我们的健康会更有保护作用 而且医生更强调 汽车空调滤芯 除了能够防止PM2点进入车内之外 还能够防止其他的一些有害物质 如汽车本身所据的甲传 本 以及室外的有害气体 因为汽车的滤芯 里面含有着活性碳等材料 具有吸附作用 而这一点 我们在检测细菌的时候 取养时也有发现 而对于南方 春秋季节不是很冷 也不是很热 所以车主也不会打开空调 但是霧霾天气比较严重 那又如何防止PM2.5进入车内呢 上一节 调查员带着车到车行 解决车内有意味的情况 原来是长年没有更换 空调滤芯的缘故 所以对于空调滤芯 最好是半年换一次 这样才将车外 热净的空气通过空调系统 进入到车内 而为了防止霧霾 市场上面又生产了一种 叫做车载空调正化器的产品 那这种产品 是否就可以代替空调呢 是否比空调更好呢 Hello 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本节的生活调查团 上一节跟大家调查了有关于 汽车空调里面的空调滤芯有多疼 以及一般半年需要换一次滤芯等等 这些问题就已经调查过了 问题就来了 那一坊间流传了 说其实车内内有这些神器 可以帮我们净化这个空气 就在我面前的这些 合件发布 说到好像很惊奇 比方说这些车载空气净化器 可以帮我们车内的 això 倒下降低 从而令到这个空气质量变好 到底是否真的呢 马上去调查一下 最后调查员带着200元 900元以及1500元的车载空气净化器 及经过国家专业认证的 PM2.5測試而準備做一個實驗 看看哪一款車載空氣淨化器是最好的 你的汽車空調淨化器到底有沒有作用呢 接下來做個測試 首先我們今天測試的第一個步驟 首先要測試一下室外和車內的PM2.5數值 然後我們在不開空調的情況之下 將車門車窗什麼門都關上它 然後測試一下車內的PM2.5數值 然後我們要將這個淨化器開了 開了15分鐘之後我們再來測試一下 開了這個淨化器的車內的PM2.5數值是多少 我們接下來首先要測試的就是 車外即是室外的PM2.5數值 好了現在看到我們測試室外的PM2.5數值 是51微黑的 隨後調查員又測試了一下 車內的PM2.5數值 還有車外同樣是51微黑每立方米 之後關上了車窗 打開200元的車載空氣淨化器 讓其工作15分鐘 好了 說這麼快15分鐘之後就到了 現在的空氣很清新 不知道是不是這個空調正快起到作用呢 馬上測試一下你的PM2.5數值 好 現在看到我們的PM2.5數值是42微黑 通過對比200元的車載空氣淨化器使用前 車內的PM2.5含量是51微黑每立方米 使用之後車內的PM2.5含量是42微黑每立方米 下降了9微黑每立方米 隨後調查員將車通風3分鐘 準備測試900元的車載空氣淨化器的效果 好 接下來這個時間我們再做這個900元 即是價值900元的這個空調正快器 它的這個PM2.5數值可以淨化到多少呢 馬上測試一下 好 15分鐘後我們馬上看看這個PM2.5的數值 有沒有低度 現在看到PM2.5的數值是39微黑 通過對900元車載空氣淨化器的檢測 發現使用之前 車內的PM2.5含量是51微黑每立方米 使用之後的PM2.5含量是39微黑每立方米 下降了12微黑每立方米 隨後 調查員又測試了1500元的車載空氣淨化器 使用前 車內的PM2.5為51微黑每立方米 使用過後 車內的PM2.5含量為35微黑每立方米 下降了16微黑每立方米 通過比較 200元的車載空氣淨化器 令PM2.5下降了9微黑 900元的車載空氣淨化器 就令PM2.5下降了12微黑 1500元的車載空氣淨化器 令PM2.5下降了16微黑 價格越貴效果越好 那其中有些什麼的噩妙呢 因為現在要把兩個車載空氣淨化器 拆開一下 看看一個小時的月苗在哪裏 開始 喂 導演 怎麼拆的 留東西來的 你快點 這麼簡單的 好 好神奇啊 這個 好這個 剛才的導演就在這裏 開頭 可以見到 這個高大小小小 一刻就自己起床 剛才這個不停叫也叫不起來 內心呢 就兩個各自不同方位 當然大家看到很直觀 大小都不一樣 對不對 你沒可能說這個小小小精幹 這個就笨而粗而鈍也 沒可能的 內心當然面積大 但是它過濾的整個質量 或者整個效果可能會更加好 好 那看到它們的淚深確實不同 調查員發現 200元的車載空氣淨化器根本就沒有淚深 只有900元和1500元的車載空氣淨化器 是有淚深的 但是900元的車載空氣淨化器 它伴隨著功率應該也要大 那麼 同樣時間內 它過濾掉的空氣的量就更多 所以差的效果應該就是會更好的 所以 對於車載空氣淨化器來說 有淚網要好於沒有淚網的 淚網大的 要好於淚網小的 但是第一次的實驗只是靜止的時候 如果車行駛在公路上面 是不是車載空氣淨化器的效果 依然顯著呢 到底行車時候這個車載空調淨化器有沒有用呢 接下來我們會將一部車開上高速 分別用這個60公里、80公里和100公里的三個時速 測試一下 我們接下來要用這個900元的價值 900元 這個車載空調淨化器的作用到底有多大 不過在這個測試之前 可以測試一下室外的PM2點的數值 現在測試看到可以得知室外的這個數值是50微克的 測試車載空氣淨化器 在60公里每小時之前 調查員先測試了車內的PM2.5為51微克每立方米 然後關上車窗 打開車載空調淨化器 汽車行駛5分鐘 好5分鐘的 我們60公里這個測試的PM2.5的數值是41的 在車速圍60公里每小時的時候 車載空氣淨化器使用之後 PM2.5從使用前的51微克每立方米 降到41微克每立方米 降低了10微克 隨後調查員打開了車窗通風 測試了PM2.5 同樣為51微克每立方米 之後關上車窗 將車開到80公里每小時 其行駛5分鐘 好5分鐘過後 我們將這個車租 控制在80公里 再測試這個PM2.5的數值 結果是45的 通過檢測 汽車在80公里每小時 車內的PM2.5含量為45微克每立方米 和測試前的51微克每立方米 相比降低了62克 隨後調查員打開了車窗通風 好 經過我們5分鐘的通風 在100公里的情況之後 我們測試的PM2.5的數值是51 之後關上車窗 其行駛5分鐘 好 經過5分鐘之後 我們繼續在車窗 控制在100公里每小時的速度 測試的PM2.5的數值 車內是49 車內的PM2.5含量 從之前的51微克每立方米 降到49微克每立方米 通過降低的幅度可以看出來 車速60公里每小時的時候 車載空調淨化器 令PM2.5降低了10微克 80公里每小時的時候 PM2.5降低了6微克 100公里每小時的時候 PM2.5降低了2微克 幾乎可以分率不計 那為什麼車速越快 同一個車載空調淨化器 效果就越來越差呢 你車速快呢 它道理就是說 外面的空氣進入車裡面也會多 同樣的密閉的情況下 車開得越快嘛 那氣流越大 進入裡面的空氣越多 所以灰塵也會越多 所以它會升高 同時你要注意就是說 你那個汽車的風門是內循環還是外循環 如果你是外循環的話 外面的空氣進得來多呢 你這個灰塵濃度肯定也會高 如果你想降PM2.5的話 最好把那個打到內循環 最好的辦法呢 用汽車的空調 因為它的風量很大 加一個特製的濾瓦 這種降起來是最快的 因為你這個車載空調 另外放的一個東西的功率太小 沒有汽車的那個空調系統 循環那麼大 所以對於車載空調淨發器來說 如果要買 就需要買一些有濾芯的車載空調淨發器 而且濾芯是越大越好 但是有一點就是 車載空調淨發器 由於功率有限 在車速越快的時候 由於一部分的空氣進入車內 從而效果會降低 這個時候最好再用汽車本身的空調 但對於空調而言 一定要記得半年左右 根本一次汽車空調濾芯 它不單止能夠藏污立舊 而且會造成這個異味 而且傷害了過濾效果下降 霧霧天氣嚴重的時候 PM2.5很容易就會吸入肺裡面 危害健康 好了我們今期的生活調查 和大家調查了 關於車內空氣質量的問題 從實驗所知道 我們在選擇車載空氣淨發器的時候 一定要選擇有高密度過濾網的淨發器 才可以購買 另外如果你真的用了這些淨發器 其實和空調的效果都差不多一樣 講開空調 一定要講濾芯 濾芯記得要半年更換一次 這樣才可以達到你所想的應有效果 好了今期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一個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 拜拜